好了,這個星期的Case Talk我會講BIN公司 Salesforce 它也都成為Dow Jones的一個成份股 是非常之強勁的 好了,那它現在業績是做到哪裡呢? Hello各位朋友,歡迎回來我們這個星期的Case Talk 好了,這個星期的Case Talk我會講BIN公司 Salesforce 好了,我也是賣了它的股票 好了,剛剛在幾個星期前 它也都成為Dow Jones的一個成份股 是非常之強勁的 好了,那它現在業績是做到哪裡呢? 給大家看看一些數字 它1999年開始 直到2004年,它就開始IPO了 現在它的公司的價值 已經去到245個Billion 2000多億美金 現在它全球就有超過49000個員工 那些數字非常厲害 Salesforce做什麼呢? 就是做一些我們做公司的中小企 甚至是大企 一些網站 是怎樣把那些網站 幫助到我們做生意的朋友 是幫我們解決到問題的 好了,而現在全世界 就是有20%的市場 它們是佔據了 好了,而在500大公司裡面 有83%的公司 也是用它們的網站 來解決它們一般的工作上的問題 非常滲透厲害,是不是? 你看到500強公司 有83%都在用 是不是很厲害? 為什麼會出現的Salesforce 好,那我就會帶大家 去到它的Founder Mark Benioff 那裡 好,那初初的時候 它上網 它看到有一個網站 它說非常厲害 只不過是一個網站 可以做賣物 收錢 customer service 那間公司 那間公司呢? 就是Amazon 好了,那它看了這個Amazon 這個 sample之後 那它就說 好了,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我可以開一間公司 是幫到全世界的中小企 可以解決到很多問題 甚至乎一些世界級的巨企 裡面很多的事業上的問題 如果我們可以是不用依賴一些軟件 而我們只是用一個網站來做 可以不可以呢? 它就是用這樣的概念 好了,那它的看法是可以的 所有東西去雲端 不需要是有任何軟件 因為軟件有一個劣勢 就是說 經常要更新 最後一個customer 你說,很不方便 但是如果一個網站 只要有一班的同事 有一個團隊 在後台就不停是 Renew, Renew, Renew 在User的角度 就非常之方便 所以它非常堅持 就算在那時候 2000年頭 有個Darkcom的泡沫 但是Mark說 無論怎樣都好 我們都要保持Darkcom的文化 所以其實它們叫自己 Salesforce.com 它們的內容就是這裡 至於它們有什麼產品呢? 它主要有五個產品 看看這裡 Salescloud 是怎樣在電腦上 幫你做銷售 購物平台 Servicecloud 做CRM 做Admin Marketing Cloud Marketing就是Marketing 是怎樣在網上 做市場推廣的 第四個就是Commerce 一些Online Shopping 就是這樣 而最後一個叫Platform 這個Platform 它裡面有一個 他們叫App Exchange 類似現在的App Store 它這五個的Product 它們佔了整個Salesforce 生意額 是去到95% 當然如果你看到它們的Cash Cloud 在哪兩個 就是Sales Cloud 和Service Cloud 是佔了整個生意額的55% 是非常之多的 當然 我公司現在也是在 光顧它 這個Service Cloud 那我就會在這裡 運用 我們叫S5 這五個元素 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和分析一下 究竟Salesforce 是怎樣營運的 好了 當我解釋這個時候 你發覺所有成功的公司 肯定會在這五個元素裡面 是一定有裡面 兩至三個元素 好了 讓我解釋一下 第一個 Success Mentality 它有沒有一個 是成功的心態 其實它是怎樣想到這個生意出來的呢 它是怎樣摸索的business model 是應該怎樣做法的呢 第二點 Message Sharpening 它有沒有一些很Sharp的Message 是令到大眾一看到 啊 我一定要光顧你 第三個 Delivery 它是怎樣把他們的產品 或者服務 是很有效率的 是傳送到他們的客戶那裡的 第四點 Client Attraction 怎樣吸引到客戶 怎樣很有效的 令到客戶 看到他們之後 想幫助他們 好了 第五點 也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 Automation 可不可以將整個 所做的Processing 是自動化了它 而這次 Salesforce 是佔了 這五點裡面 它是佔了 第一點 第三點 第四點 以及第五點 好 那我們就會逐點是 講一講這裏 好了第一點 其實它用了什麼 Success Mentality 第一點 第一點 就是 我們把所有的東西 我們把所有的東西 都放上Cloud 等等 不要放Local 放Cloud 為什麼 它很簡單 所有的公司 如果他們還要自己的Server 第一點 很不方便 第二點 就是非常之不安全 但是如果我們想 我們那些用戶 用我們的Service的時候 是很放心 很安全 很輕便 一定要把那些Cloud 放在上面 全部放在雲端 好了 而第二個 你看到Customer Field 是什麼意思呢 他們的客戶 可以在他們的Web site 可以TailorMate 有某一些功能 它覺得自己是對用的 你不需要自己 懂得寫Coding 有些是 拉過來 我用這個Plugin 拉過來用這個Plugin 是非常容易 就算你說沒有一個 一些的 寫Program 或是Coding 的日子 就像我一樣 都可以適用 剛才你也說過 有一個叫App Exchange 這個位置 就是它放了很多 現在我們用電話 不是很多App 它在2006年 已經有這個Concept 當你在Web site的時候 它裡面 有五千個Solution 是給你做Plugin 例如說 我想有個 Customer Service 的一個 功能 你可以把它拉過來 不是 我Sales Team 有一個Client 的Management 你可以把Plugin 拉進來 有五千個Plugin 現在 它有八萬個Review 還有 有多少個 安裝了 六百萬個 而當你想 你這間公司 如果你是寫一些Plugin 你就要付一個費用 給我的Sales Force 當然 如果你想買這個Plugin 你也要付一個費用 來買這個Plugin 所以它是 那個Developer 它有收錢 用會有收錢 在這個層面 下一個就是 S3 Delivery 怎樣可以很有效力 將它的服務 傳送給客戶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上網 當你一上網的時候 在Web site 其實你是24小時 也可以用到你的Service 這裡你看到 SAS是什麼 Software as a Service 下一個就是 Platform as a Service 最後這個就是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它就把這些Service 放在網上 就是這樣 你看到有很多公司說 不是 我要把所有的東西 我一定要去到 Client 我的Office 我的Client 才可以用到這個Service 實在太無效了 所以為什麼 Sales Force 可以連上到Dow Jones 這樣的成份股 就是因為它實在太方便 在世界不同地方的國家 地區的公司 大中小巨企 都可以在24小時 用到它的產品 這就是折衝的方法 就是因為這樣 令到不需要有 那麼多成本的Maintainness 尤其是如果我作為一個用 我是不需要 任何東西的 24小時都可以進去用到 而Sales Force 一有一些 新的想法 新的 技術 它就可以即時 做一個更新 而這裏 Sales Force 亦都會出一些 certification 例如說 如果你是個團隊 你想經過Sales Force 來訓練你的團隊 它會是給很多的 Online Auto Training 是給你公司有道 所以就是這樣 你公司可以將 你的Tech Support 那個人數 降到最低 這個傳送機 就是非常之有效率 去到我們看到 就是它將 S4 和S5 Auto Client Attraction 這兩點是 在一起的 好了 你看到它 怎麼去找客人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之Smart 它分量我層面問一下 第一個 當然 它有一個Online Sales 即是說 我在一個中小企 其實我不需要 這麼複雜的東西 以及一些很basic的 的Web site 一些的 用法 已經足夠給我的 我就這樣上網買 就可以了 它在網上 Support我 但是 如果你是一間巨企 不是喔 Sales Force 我真的有些東西 真的要提供 比較複雜一點 不要緊 因為它是有 Corpic Solution 它在很多不同地方 例如現在香港 它們是有團隊 我們公司就是 請它上來 我們有一些 的概念上 我們想把它 變成一些實質的系統 它就會告訴我們 你可以這樣做 這樣做 所以你看到現在Sales Force 它們如何吸引客 其實是一個很 很online offline 一個很matrix 的一個business model 最後就是 它們在網上 是怎樣 營運 是怎樣找一些新客 很簡單 比如它找一些 SEM 在Google上面 它賣廣告 這個就像平常 這樣做 你看到 Sales Force 我要一些 這樣的Solution 進去 你看到 有Data Form 留一些資料 OK 留一些資料 然後它有 intro的Video 是給你看的 原來是這樣的做法 原來Sales Force 可以這樣幫助到 公司 這樣解決這些問題 看完我的Video 就去這裡 是給你一個 Free的Trial 再喜歡到 買賣 只是你三寶 是不是很簡單 好 當然 剛才我們也說過 Sales Force 是一個 它很明白怎樣 將Online、Offline 扣在一起 一個的business model 它之前有一個 叫Dream Force Dream Force 它們會在一些 很大的Vanue 數以萬計的人 坐在那裡 是聽究竟現在 Sales Force 在這次這個做法 有些什麼 新的研發 新的Product 它連是 美國總統 都可以聘請到它 是很厲害的 但是因為現在 你要知道 疫情 的關係 它也都將這個Dream Force 是變為一個 Online的Webinar 你們看到 為什麼 公司是 可以成功 以及為什麼可以做 沒有是有原因 因為你發覺 大的公司 以及成功公司 它們轉彎 是轉得很快 所以你看到它們 是怎樣找它的 客戶回來 OK 你看到 Sales Force 在整個歷程 是怎樣開始 是怎樣找客 用什麼系統 我希望你喜歡 這一次的Case Talk 好了 當你是聽到 這個概念上的時候 Sales Force 有什麼做得好 你現在要做的 就是 將你所聽到的 事情 執行出來 你的生意 你的Career 亦都是一樣 是會爆發得快些